今天晚上我们分享抑郁症的致病原理 从我们开始这次的健康讲座那一天开始 我们学到了我们的身体是由细胞构成 如果我们身体里所有细胞能够运作正常的话 那我们就能保持一个健康态 脑细胞也是细胞 脑细胞运作正常的话 我们能够健康 更能够幸福 那么抑郁症这种疾病呢 就是我们的脑细胞不能正常运作的结果 构成我们身体细胞的所有细胞里面 重要物质的生产 里面谱写着生产我们身体非常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的程序 我们人之所以能够感受到幸福 因为我们脑细胞在生产 让我们能够感到幸福的物质 如果我们的脑细胞不能生产 让我们感到幸福的物质的话 那我们就感受不到幸福 一味的哀伤 感到不幸 生命就振作不起来 所以归根结底抑郁症也是什么 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脑细胞未能得到正常的运作 我们知道癌症这个疾病 归根结底也是 是我们的免疫细胞不能正常运作的结果 无法正常生产能够抑制和杀死癌细胞的物质的结果 正常人也是每一天都有癌细胞滋生 但是你SARS这些每天生成的癌细胞的机制不在了 所以我们只能到医院去求人家帮我杀死这个癌细胞 这就是癌症患者了 如果一个人的细胞能否正常运作 那些人的细胞是不在的 就是医院的细胞 这就是医院的细胞 和医院的细胞能否得到很好的运行 那我们今天讲医院症 那我们的细胞里 到底在我们的脑细胞里有哪些幸福物质程序化在我们大脑里呢 其中有很多种类的物质 尤其有一种让我们幸福的物质 让我们看看我们大脑里到底有哪些让我们幸福的物质 生产这些物质的程序装载在我们大脑里 大家知道让我们开心的物质是什么呀 内肥胎也叫脑内肥 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脑细胞 脑细胞里面已经装载了生产内肥胎的生命程序 我们要想开心的话 需要让我们开心的物质 让我们看看让我们幸福的物质都有哪些 我们第一个物质我们第一个物质是内肥胎 让我们开心喜乐 还有什么物质呢 我们内心当中有不安的情绪 为了幸福 内心得平和 让我们的思想变得积极向上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幸福物质就是 这是鲜色彩之类 叫血清基素 血清基素 也叫血清素 那叫血清素 那叫血清素 让我们感到平安 平安 哈哈哈 让我们感到平安 我们感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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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睡不着觉也是痛苦 夜常睡不着觉也是痛苦 在这种感到平安 这个没有睡眠的人 我们难说他是幸福的人 所以我们的脑细胞里 让我们能够进入睡眠的一种幸福物质叫什么 叫松果体素 松果体素带来什么带来安眠休眠 很多人认为这些已经够福气了对吧 孙子孙女心里就开心 家里没有什么担忧的事情 晚上倒头就睡 我还有什么别的奢求啊够幸福了 但是我们人类啊 人类的幸福并没在此打住 那让我们更加幸福的物质 幸福物质很有什么呢 就是CCK 是让我们感到有一种满足感的物质 有的人呢 有的人呢 人家是羡慕你 人家是羡慕你 但自己却不满足 这个一人 这一人 这一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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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位 我看到一位妇人 带着很昂贵的传戒 我就说 你这个传戒不错耶 然后这个妇人看着自己的传戒 拍了一下 拍了一下 我说 为什么 我让我丈夫给我做五克拉的 她偷工捡了给我做了四克拉的 没有满足 那些人 这样的人 这些人 其实他的大脑里缺少 CCK 这个物质 生产 CCK的这个基因 关停了 不运作 所以 男朋友 看了这个老公 看了这个老公 就来气 什么 这个女人更爱什么呀 男朋友 是爱老公呢 还是爱传戒 本无道之 美国的年轻人 生活过得比较简朴 我结交了很多美国年轻朋友 到了18岁啊 他们有一种自我独立的意识 你们看我们中国人结婚 儿女的所有的费用 是不是都父母要给他打 美国 自己都知道 我养你18年够本了 对吧 所以 男方家 房子 借着 所以 在美国 男孩子 亲工减学 所以 在美国 男孩子 亲工减学 打短工 赚钱 在没有的 有限条件里 所以 给他做了一个 小米铃那么大点的传戒 可能 中国女孩子 传戒比较 设不大 也不可以 跟中国人 富人带的传戒比 连她那个 零星点缀都配不上 小米铃那么大点 然后跟我说 你老师啊 我结婚了 你看 这是我老公送我的 만족해 만족 CCK 因为他里面 有CCK的分泌 问题不是 우리가 만족해야만 幸福 给你多大介绍 你是个满足 没有满足 就不会幸福 但满足感 取决于什么 爱 没有爱 男朋友 如果你爱你的丈夫的话 几克拉重要吗 师父 师父说了 没有也没关系 我给师母连 转戒都没有做一个 그래도 가끔 혼자서 自己还觉得 什么 没什么 没有戒指 没有戒指 是不是有戒指 爱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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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爱的时候 被爱的时候 才满足 所以 当我们彼此相爱 这样过活的时候 CCK 让我们 知足的物质 CCK 就会分泌了 对 还有 幸福 不是再次打住 很高的物质 还有一个 让我们更感到幸福的物质 这个物质 一旦在我们体内生成 这种 这种 兴奋的 兴奋的 心心若狂的 这种 兴奋的 心心若狂的 这种 兴奋的 2002年 在韩国举办了世界杯 对吗 韩国拼了命 记得 2002年 在韩国举办了世界杯 那时候 全 韩半岛的 大韩国人 什么时候 那时候 分泌最多的是什么 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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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泌 就让人 什么 兴奋 是吧 有一种 快感 快 快感 那如果我们身体里自己 让我们幸福的物质 能够得到 正常生产的话 这种 这种 аров感 我们的脑电波就变得 非常好 而我们的脑电波就变得 所以我们的脑内 会吸含的 好 我们身体里流动的这个电子脈瘦 波段也变得非常祥和 基因就开始激活了 所以生产SARSHuhMI的物质的基因也被激活了 所以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 它已经帮我们 杀死我们身体里的爱情 如果我们多巴胺分泌的充足的话 最后就按换不住 手舞主导 然后就这样摇摆 多巴胺是让人 手舞主导的 而且让人有一种浪漫的情节 所以最弱情网的男人 和夫人 还有相爱的夫妻之间 他们之间会有更多的多巴胺的话 这个时候两个人就有一种 无上的幸福感 只有到了两个人 彼此能够激发 对方的多巴胺的这样的境界 我们才说 哇 活着真带劲 所以大家来到新奇典生命中心 多巴胺来不来 所以大家手舞主导 所以现在我发现 大家的面部表情全开花了 所以多巴胺是不可或缺的事 这些人 那些人呢 还有一些人呢 是多巴胺得不到生產的人 多巴胺得不到生產会怎么样呢 그래서笑脸就没了 表情就 糊凸凸 english 与舌 然后身体也变得僵硬 多巴胺分泌的正常 我们身体就变得柔软 没有多巴胺 就慢慢慢慢僵硬抖动 这样的疾病我们把它称之叫 帕金森氏疾病 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容易患呢 就是不需要多巴胺的人 我们看有的人一辈子 好像他不需要这种多巴胺带来的快乐和愉悦 不懂浪漫 也没有这种振奋在生命里 人家都喜欢这种振奋 这种振奋的 你不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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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振奋的人 就是僵硬的人 什么事情都放到套子里 规矩里 然后就是按部就班的人 一就是一 二就得上 必须这样才行 没有这种包容力理解力 不懂得浪漫 没有柔软的心 所以我们心要温柔 又有包容 这种温柔呢 这种温柔呢 和什么有关系 多巴胺有关系 让我们变得浪漫 温柔 那什么时候 多巴胺会生产的富足呢 变得最浪漫 温柔是什么时候吗 爱的时候嘛 对呀 那我们是不是到了幸福的极致呢 多巴胺까지만拿到 这个 这个层面已经够难得了 对不对呀 很多人到了 这个多巴胺带来的兴奋的时候 就觉得什么 啊 끝내준다 已经什么 幸福到了 头了 이 정도면 나는 행복하다 快乐到这个程度 我已经够幸福了 我已经 没什么可惜求的 很多人都这样讲 是吗 有没有比多巴胺带来的幸福 还更高一层的幸福呢 我们的大脑 为我们预备了比多巴胺的层面 更幸福的 幸福的机制 这里有让我们更加幸福的物质 所以我们人类啊 当设计的时候 就为幸福而设计的 中文字都比多巴胺带来的快感 更大的幸福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个比多巴胺带来的幸福 更让我们幸福的那个物质的程序 就已经装载在我们的大量里 比多巴胺带来的快感 更让我们幸福的物质 难道有这样的物质的话 我们不幸福都亏了 比多巴胺带来的幸福更大的快乐是什么 那么我们怎么感受这样 比多巴胺带来的幸福 比浪漫的爱情更幸福呢 比多巴胺带来的快感更幸福 什么感觉呢 我给大家讲 有它就够了 没有比它再高的了 我尝到这样的幸福的话 今天个死我都死也没有什么 遗憾了 我喜欢这些幸福的幸福 没有以下的幸福 你们有什么幸福吗 有什么幸福吗 有什么幸福呢 什么时候 耶稣 哇 耶士神是等了 哇 重量啊 我也是 重量的 嗯 我也没有 啊 重量的重量 重量的重量 重量重量的重量 重量的重量 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 阵痛的时间比较近 12个小心 身影 终于 孩子 这个会学不来 一个兄弟没那个 你母亲抱着这个 血肉模糊的骨肉啊 腿的一瞬间 没有那么痛苦的时候 但也没有那么幸福的时候 大家看 痛苦靠什么来战胜 只有用爱来扫除 如果某些生的孩子 怀疑这个是不是我的 肯定是我的 这个不能怀疑 你因为我差点没死啊 那么痛苦就不会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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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就为什么 记住了 那么痛苦就不会减轻 即便你痛苦的 天都快塌下来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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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献出我的生命 当我们感受到 能为对方牺牲的这种爱的时候 我们就能达到一个人 能享受的幸福的极致 大한민국贡献几个球 我们能舍命吗 不必是吧 很多人 尝到多巴胺带来的快感就打住我 什么能够让我维持 现出我的生命 因爱能现出我的 能够让我们有这种感觉的物质是什么 这个物质就叫什么 就叫 这种感觉 是让我们感到一体感 打到一种极致的不再有任何需求的 让我们体尝到幸福的极致 当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的时候 这个孩子呢是从我的身体里生出来的 这个孩子尽管是一个独立的孩子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自己 所以我和独立的这个生命孩子之间是一体的 实际是我是我孩子是孩子对吗 但是这里不存在你 都是我 我们是无法用你我来分割 我们绝对这个生命绝对不能切割 我们两个是和尔唯一的一个 这才是什么 和尔的一个是吧 所以李博士以前也犯过我这样的错误啊 这才是什么 和尔的感觉 这才是两个生命和尔唯一的境界 所以我们夫妻也是这样的关系 真的彼此相爱的话 我们俩不能是你是你我是我呀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当两个人有这种 有这种恶意感的时候才觉得幸福 我们是一体 所以 所以 有人说李博士和郑牧师啊 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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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我们俩像夫妻啊 所以你看李博士讲我翻译对不对啊 心里 fucking像是一体 你现在两个人的心是不是两个人一起啊 我们在一起啊 我们是一体啊 这个时候有什么感觉 我们是一体啊 这种合一的感觉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什么感觉 叫一体感 幸福的极致 一体感 所以我发音李博士的课的时候 催残数猛声 但是 但是 不仅仅是夫妻 如果你是你我是我 一体感 就没有一体感 你是你 我是我 咱俩尽管是一个被窝 但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样就不会有 催残数的产生 所以 足球比赛 11个选手在跑 对不对 只要他们一条心 赢的概率就高 合而为一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 团队精神最好的团队是哪个足球队 这届世界杯里 德国和巴西卡上了 我们猜呀 这两个肯定是一场恶战 所以这些专家就预测 巴西选手 个人技能 是世界一流 可能1比0小胜 巴西人的概率高 2比1巴西胜的概率 比较高 因为巴西选手 一个人一个人 称出来都比德国选手强 但是德国队呢 是一个团队 德国7比1 像6小学生一样 把巴西给淘汰 결국德国队 最后德国 我们是一人 所以什么也胜不过一体 所以最好的领袖 不是一花独秀 是让所有的团队队员 让他们紧紧的 合一为一体的领袖 尽管他个人的水平低一点 但是互相去长不短 互相的关照相爱 互相的去体谅帮助 这样的氛围里 就能够事半功倍 我们就感受到一体感 当我们人类感到 幸福的极致的时候 是生命与生命的 彼此的连接 我们看那边呢 爸爸和女儿 坐在一起 开始是爸爸坐在那儿 女儿坐在那儿 现在一起坐在那儿 现在坐在一起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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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现在 终于能够感受到一体感了 是吧 是吧 그러니까 행복해 보여 我们看那今天很幸福 很幸福 很幸福 是吧 所以 我们是一家 所以家庭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最近呢 人们不再追求这样生命带来的幸福 现在什么放在第一位了 钱呢 所以我们牺牲这种生命的一体感 所以我们患得患疾症 所以我们患疾症 孤独症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没有这种生命带来的一体感 所以没有这种生命带来的一体感 孤独 所以真正的融入到教会生活里面呢? 我受世界各地教会的邀请到教会去讲一个星期的课 我去大家觉得气氛不太好的教会呢? 我发现教会里的人群不是一体 彼此分邦结派,互相的嫉妒倾压 这样的教会你去了反而对你带来不幸 对你健康也不利 但有的教会呢? 教会真的非常幸福 有困难的教育 大家一起帮 大家一起做健康的饮食分享 所以那些穷苦的人受到这样的爱 这些幸福物质就分泌了 基因起动以后疾病也康复了 所以过着一种幸福的共同体制 这种幸福的教会共同体制 对我们身心是极其有益的 这个已经得到了证明 科学家已经做了研究 做了哪一群人是比较幸福健康的? 最初发现幸福健康的人群是? 是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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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经济水平高的人群比较健康 最后还判益 然后再发现比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学理条件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智商,情商 决定他的健康 然后又发现一个幸福指数是什么呢 不单单是他的情商,智商的问题 是他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他在社会活动当中的那种快乐 所以对一个人的幸福健康 一个人能否自愿地去服务 有这种服务精神的人比经济收入高的人 比学历高的人还要健康 第四个因素 他说比经济的,学历的,社会服务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基因的因素 就是你的父辈母辈给了你什么样的信息 如果你得到健康的生命程序的话 那么健康的概率就比较高 但是还有一个 但是还有一个 今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习惯 不喝酒 不吸烟 运动 健康的饮食 喝水 这个后天的生活比先天还要什么 重要 主辈给我的先天的东西再好 生活习惯 如果我后天的生活习惯 垃圾的话 比那些生命程序的话 比那些基因不如我 但生活习惯比我好的人 比他们 我们还要训习 所以不足的先天可以用什么来扭转乾坤 就是用后天的生活习惯和我们里面的正念 彼此相爱的社会关系 这个时候就超越了基因的层面 科学上再进一步研究发现还有影响的 科学家发现了这个因素以后是大跌眼镜 这个重要的事实之所以能够揭开呢 因为在美国很多科学家没法进行这样的研究 比如说 比如说 因为在美国科学家没法研究 一个去教会信上帝的人 他的宗教信仰对他的生活 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研究在美国是没法做的 因为你只能局限在特定的宗教 如果你选定了特定宗教的话 就是对其他宗教的什么 所以科学家尽管想做 但是政府不允许做 因为这是歧视其他宗教 有一位信仰非常赌承的一位人 他是美国的非常著名的金融家 他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他的名字叫 约翰天普顿 所以他设立了一个天普顿基金 如果有科学家愿意研究 人的宗教信仰和他的健康幸福 有关系愿意研究这个课题的人 我愿意提供研究经费 所以很多一流的科学家 从天普顿基金拿到研究经费 开始做这项专项研究了 研究结果让人们真是感到惊奇 这个结果让人瞠目皆舍 什么结果呢 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所以这个结果就登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 而且在这个杂志里是整本内其专栏报道 这个标志就是 因为这是专辑 题目就是上帝和健康 然后它的标题 这个小标题就是 那么真的信仰对健康有意吗 所以大家看 我们是患者之中 所以作为患者 疑症患者 作为抑郁症的患者 尽管我们的经济水平不高 尽管我们的学历不高 尽管我们的社会服务不多 尽管我们的先天基因不是很优秀 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也不是那么太健康 但是科学家们发现 最影响人类健康的一个因素 就是能够体悟上帝的爱 然后在教会共同体里 体会生命与生命的一体感 一体感用另外一个表述叫归属感 所以人呢 总想归属于某一个群体里面 当我们和那些能够感受到一体感的人分别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变得忧伤不是吗 离别的时候 当我和我心爱的人 男朋友死了 如果夫妻真的恩爱如一对鸳鸯一样 父母曾经反对我们 因父母的反对 两个情人不能结合分手的时候 所以女方的家庭就把女儿送到了美国 但是男孩子却没有能力到美国去追他 所以这个男孩子得不得意味症吗 对 对 所以 还有一个意味的问题是 当我们内心当中绝望 希望을 못 가진다는 것은 모든 것을 부정적으로 보고 있을 때 绝望意味着什么 就是看待一切都消极暗淡了 哇 没啥笨头了 你怎么知道 明天将发生什么谁知道 但是你现在却下了 结论 为什么 因为你里边没有 让你感到平安的物质 血清激素 这个物质没有分泌 所以你就变得消极 否定 大家看了一个照片 就是那个双胞胎姊妹 母亲岂能不爱自己的孩子 两个都爱 但是其中一个就认为什么 你妈我们爱你 我妈不爱我 所以当你的念头 倾向于这种消极的念头的时候 当我们做消极的念头的时候 明天发生什么 我们谁也不晓得 是吧 六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 一年以后会发生什么 谁也无法论断 但是如果我 提前 论断了 你不知道的将来 说没盼望 不可能 比如说 有人不幸 医生诊断你是 癌症患者 医生说 你只有六个月的活头 所以眼前 就黑了 然后差点没倒下 击垮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 打起精神 六个月以后 我死与不死 谁也论断不了 医生说六个月 那不过是 一个统计数据的概述而已 我六个月后会死还是伤 其实谁也论断不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所熟悉的一位患者 六个月以后 瓶倒下 쓰러지려고 할 때 当医生说 只有六个月的时候 差点没被击垮 那个时候 他强大精神 那个 更将就给他 不行 我要 好好的 肯定 我余下的生命 然后 为了不倒 所以扶着桌子 安心的一个 然后 振作自己 我更需要 积极的念头 然后就在他 转念这一瞬间 力气就回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念头 像闪电一样 人命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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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左右 所以就冲着一声就说了 你怎么能断定我六个月以后 人命在天 人命在天 然后回家 回家以后 这个人什么上帝啊 什么信仰 什么都没有的人 他就不知道 从哪里解一句 人命在天 这样的一句话 然后愣住去了 为什么这句话 突然冒出口了呢 然后被快要击垮的时候 突然振奋了 因为他打起了什么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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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精神这么重要啊 所以精神垮了 吃就没了 精神来了 所以我们 我们有的人说 这个人 精神 神不守舍了 그냥 술 마시고 그냥 술 마시고 아무렇게나 사는 사람보고 放荡 像行事 这么容易 我们就说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什么 没有精神 그러니까 精神 能够进来 进来 进来 也可以什么 出去 精神 是给我们带来 力气的 神 给我们带来 生命的勇气 什么时候都不能让精神 走啊 别让人 奪走了 你的精神 有的人 让你魂不守舍 让你走神 可能医生会让你什么 神不守舍 让你走 你只能活六个月了 医生是阎王啊 就在这一瞬间 你的神 就不守了 夸了 精神夸了 精神一夸了 我们就得抑郁症 所以这个人 夸下海口 所以我得强大精神 怎么才能够 所以他的儿子 New Start 是非常热爱 新奇典生命运动的一个人 所以在家通过网络 听新奇典的信息 然后健康延食 运动 所以他的儿子 不但身体健康 他的灵性也非常的稳定 是什么 精神活跃的人 그래서 이제 이 아들이 아버지를 찾아왔어 他是儿子来找地 아버지는 병원에서 뭐라 그럽니까 对啊 医生怎么说 啊 심각하대 医生说我 情况不妙啊 医生已经宣判了 六个月 그래서 내가 정신이 나가서 쓰러질 뻔했다 所以 就在那时候 精神一磕 我差点没晕 晕在病房里 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句话 打起精神 不能哭 당신이 무슨 신이요 你又不是阎王 당신이 뭔데 내가 6개월 죽는다고 큰 소리야 내가 6개월 죽는다고 큰 소리야 그런데 앞으로 어떻게 해야 될지 모르겠어요 下一步 어떻게 해야 될지 모르겠어요 下一步 어떻게 해야 될지 모르겠어요 下一步 医生面前拉音了 师父 그리고 그리고 他的儿子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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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时候了 우리 아버지 终于到了 让我爸走上 星期点 康庄 大道的时候了 그래서 아버지 爹 좀 쉬쉬 겸해서 您 借着这个劲 也给自己一次休假 休息休息 강원도 설악산에 我们一起去江源道雪月山 가서 좀 좋은 음식 먹고 吃点好的食物 休養하고세요 呼吸点好的空气 休息休息 그리고 일을 보냈 所以 儿子就把爹送到了这儿 이 분이 다 강의를 듣도록 所以 他自己听课 哦 哦 정신이라는 신은 참 좋은 신이 只要 我们打起精神 精神 精神就是好的 哦 정신을 체리고 보니까 打起精神 再一看 才是 수술 너무猛 哇 过去 太浑了 天天喝酒 又不运动 又不喝水 哇 내가 병 날 수밖에 없어 过去的生活 不得癌症才怪呢 그리고 내가 이렇게 살면 那么这么活 是作死的话 병이 내 암이 날 수도 있게구나 那么这么活 如果得癌症的话 反过来掉头走 我就能 康复 이런 믿음이 생겨 但是有了这样的信念 희망이 생겨 有了这样的盼望 좋다 好 열심히 하자 定义 过星期间的生活 그래서 6개월 동안 열심히 했어요 所以 6개월 他积极地过 这种健康的生活 啊 3개월 지나니까 不用6개月 3개月以后 健康状态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贫瘤이 있던 것도 없어지고 贫瘤也不见了 어지럽던 것도 없어지고 血运症也没有了 밥맛도 좋고 吃饭吃麻麻香 不喝酒以后 消化功能好得不得了 身体状态也新娘 6개월 지나니까 过了6个月以后 그동안 운동 열심히 하고 健康运动 所以这个也足了 然后医生去 然后真的6个月以后 找谁去了 找医生去了 为什么 医生说 당신이 나오고 6개월 후에 죽는다고 그랬지 你不是说 我6个月以后死了吗 나는 내 목숨을 하늘에 맡겼어 我把我的命 交给了老天 자 검사해 봤어 你现在 再查查我 医生说 然后 검사해 봤더니 从头到脚 再一件查 암 말기였는데 폐암 말기였는데 来的时候 肺癌晚期 암 싹 없이 白细胞 이中阳 全无 우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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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정말 这就是 우리는 믿음이 필요하고 我们需要 信心 이 희망이 필요하고 파워 그래서 그대로 우리가 살아야 돼 所以 我们照着 这样的道路 去生活 이 희망이라는 것이 우울증에 굉장한 영향을 미칩니다 所以 抑鬱症的康复 盼望期的 作用是 非常之大 쥐를 바一只老鼠 쥐를 한 마리씩 양손에 딱 잡으면 一手一只 实验鼠 적당히 잡으면 쥐가 빠져나가려고 所以 老鼠 就想 振脱出来 빠져나가려고 몸부림을 채 그런데 但是 这个实验者 왼손 쥐는 빠져나가려고 할수록 더 걱정 所以 他越 振扎 就 越 握紧 它 그런데 오른손 쥐는 右手的 这个 老鼠 呢 十分 만에 한 번씩 놔줬어 十分 한 번씩 放 히 1분 동안 자유롭게 그래서 이 오른손 쥐도 손에 잡혀 있는 시간이 60분 왼손 쥐도 60분 손에 잡혀 있는 시간이 고각 是一样的六十分钟 所以每天六十分钟转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以后 把他们放到水里边 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右手这边老鼠啊 赶紧游泳什么 游泳转转 最后 因为科学者在水池里放了一个木块 像一个岛一样 他很快就爬到了那个木块上去 所以老鼠就没被淹死 左手这边转了一个星期的老鼠呢 五十年 他得抑郁症了 放到水里 喷嚷两下 不许 나는 안 돼 나는 죽었어 我得死了 给他喂的同样的食 同样受遭罪 不同的是什么 右手的老鼠 左手的老鼠 생각이 달라 他们生命获得的信息不同 那个双胞胎的姐妹 外部环境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食物 一样的房子 一样的父母 什么不同 念头不同 所以得抑郁症的妹妹呢 不정적으로 생각 消极的 엄마가 사랑하는데도 불구 怀疑的念头 母亲的爱 她感受不到 怀疑 我妈不疼我 我妈不疼我 左手的老鼠呢 我挣扎也没有用 这已经是她的主导念头了 然后发现了自己的逃避的地方 右手的老鼠呢 反正挣扎也没有用死吧 我们把这样的叫什么叫 就是走神了 神不守神了 不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下 在看似绝望的绝境里面 病院에서는三个月 밖에 못活 医生说你只能活三个月的时候 在这种消极的打击面前 只要我们的精神不狂 要用积极的念头去面对 有一位超过我们人类 没有任何局限的生命的主人上帝 全知全能 爱我们的天父 只要看到我们的大脑里 有让我们幸福的这些物质的程序 在我们身体里 就知道创造设计我们人类的那一位 他的精神是 是让我们幸福的精神 他的精神是希望人类每个人都能够真正的幸福 我们不是偶然被丢到这个世上的存在 我们是为了幸福被设计的存在 然后要想把这些生命程序都激活的话 要有盼望 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 要明白爱我 造我的那一位 超越我们的局限的没有局限的那一位 超越人类的能力 他关照着我 他爱着我 我们要有这样的信靠 这是让抑郁症患者最终不放弃的绝对的力量 不管是什么样的抑郁患者 让我们的基因重新被激活 让我们能够克服这种抑郁的阴霾 有这样的信念 所以这样我们健康需要这种信念 没有这样的信念的话 完了 六个月 这是我命苦啊 你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命苦啊 所以我母亲过去啊 我母亲老是说 我母亲三十 三十手光 你怎么做一个女人 三十上夫命多苦啊 你知道我最不要听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八字 我的八字怎么这么缺啊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劝慰我母亲 不知不觉当中我也啊 所以我母亲老说她八字不好 那我也觉得 不好的八字母亲底下能有什么好八字的儿子 我命苦啊 七岁我爸就走人了 所以我家里这么平寒 哎呦 我的八字也没好哪儿去啊 我妈八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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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八字啊 都是倒霉的八字啊 这样去过活的话 如果我这样去念想的话 说不定我也是抑郁症患者 当我开始了星期点生命运动以后 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母亲开始反对我走这条道路 但是有一天 有一天啊 我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 有一天我从美国飞回韩国 我到了机场 我的老母亲到机场来演我 所以我身体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头发就变得很脆弱 然后头发变得细 而且毛根脆弱 所以头发老掉 所以头发卸了很多 所以看着很猥蜑 所以过了一段星期点生活以后呢 头发回来了 站得住 所以我妈坐在我后边 然后就摸着我的头发 你现在做的看来是对的呀 你的头发变得健康了 然后看着你皮肤也好 哇你的皮肤也好 哇 哇 나는 네가 고기를 안 먹는다 그래서 当我听说你不吃肉的时候 바보 같은 놈도 다 있다 我以为你是脑子秀 고기 안 먹고 这么好吃的肉不吃 现在你还这么瘦 你不吃肉的时候 你不得成不难一样 但是我今天摸了你的头发 我发现了 哇 头发上有营养 第一次我母亲认课我了 好了 네가韩国에서 강의를 어디서 하냐 所以我母亲破天荒来听我的什么 讲座了 所以一个礼拜我母亲来了 我就更迈力地讲 所以我母亲其实心疼儿子心疼在哪呢 因为我做新基点生命运动以后 家庭이 파탄 我每天做讲座 不再奔钱去了 所以我的家庭破碎了 所以我母亲就非常的难过 也生气 所以你看你 家庭이 다 깨졌다 为了新基点 家庭都不要了 무슨 이런 바보 같은 짓 所以你这个傻儿子 你 미쳤어 你疯了 이러시다가 所以我母亲摸了我的头发 一주일 동안 강의를 다 듣고 听完了一个星期的讲座以后 然后说 儿子过来 相救我 跟你闹点事 你知道我母亲说什么吗 내가 사과한다 我向你道歉 내가你 강의를 듣고 보니까 我听了你的信息以后 너는 혁명가다 你是搞革命的 이 의학계 혁명을 일으키고 你要带来一场 医学界的革命 이 엄마는 我这个老娘 네가 하는 일에 전적으로 동의한다 从今天起 跟你一起革命了 혁명가가 어떻게 가정을 돌볼 수 있겠느냐 一个做革命的人 怎么能雇自己的家庭呢 좋다 이해한다 我理解你了 오늘부터 从今起 이 엄마도 我这个老娘 이상구라는 혁명가의 엄마가 될 것이다 成为李相救 这个革命家的 母亲 革命的母亲了 그때부터 제가 우리 어머니가 얼마나 걱정이 됐는데 其实我一直 担心我的老母 우리 어머니 저 때문에 母亲担心我 화내줘 생气 미워하지 칠不大一出来 내가 너를 어떻게 키웠는데 怎么把你拉扯 이렇게 돈 잘 버는 병원을 평계치고 你把这么赚钱的 医院 泡在脑后 이 바보 같은 짓을 하고 다니냐 你成天干这么 虧本的傻事 돈도 안 벌리는 일 钱都赚不到的傻事 그렇게 생각하느라 혁명가라는 사실 我母亲突然 封我为革命家 그때부터 우리 어머니가 건강히 회복되기 시작 从那一瞬间 母亲不恨我了 我母亲的身体开始 우리 어머니가 나는 정말 발자가 나쁜 여자다 我母亲 总是认为 남편 일찍 죽고 老公走得早 그렇게 고생해서 受了那么多苦 이렇게 귀하게 키워가지고 把儿子 이렇게 자랑성으로 놔드리고 이게 무슨 바보 짓 나는 죽겠다 나는 일상 더 못 살겠다 그래서 깊은 우울증에 빠졌어 그래서 혈압이 올라가 血压也高了 불면증에다 晚上睡不着觉 消化不良에다 消化也不良 온갖 병이 각종의 자랑성으로 놔드리고 그래서 저는 마음이 너무 너무 아파 그래서 저는 마음이 너무 너무 아파 그래서我对母亲 그러면서 뭐라고 그러는지 알아요 然后母亲 对我 항상有力的说 나는 우리 아들이 자랑스럽다 所以从那天跟我说 我为我儿子感到驕傲 나는 우리 아들이 자랑스럽다 我为儿子感到驕傲 나는 더 이상 팔자 나쁜 여인이다 我再也不是八字不好的命苦的女人了 내 팔자는 최고 팔자다 우리 아들이 그렇게 말하고 난 뒤 부터 그리고 뉴스타트 할 때 마다 꼭꼭 참석하십시오 꼭꼭 참석하십시오 사람들이 뉴스타트 강의를 하는 거야 然后见人就讲什么 见人就讲我儿子 然后做表率 우리 어머니 얼마나 뉴스타트 잘하셨는지 我母亲星期间运动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每天回韩国 우리 어머니하고 같은 방에 자 跟我母亲睡一个午 같은 방에 자는데 우리 어머니하고 자면 이게 잠이 부족해 내가 我跟我妈睡的话 我总是睡不够 새벽 5시에 깨가지고 我妈凌晨 5点就起来 스트레칭 하신다고 然后在那做山崭运动 躺在床上踢腿 그래서 우리 어머니 모든 질병이 다 없어졌어요 所以我母亲身上那些病魔 全都 아주 건강해졌어요 所以健康的不得了 그래서 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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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래서 내 인생은 의미 없다 我的人生就这样注定了 내 팔자야 这是都是命中注定的八字 여러분 침매 연구도 所以 对 老年痴态症的研究 수녀님들 침매 연구 就研究 以修理 修理为对象研究 나는 왜 수녀가 된다 修理命苦 아무 의미가 없구나 活着没意思 이렇게 여기면 침매 연구 这样想的修理 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불 면증 晚上失眠 这些病魔 这些病魔 都退却了 사실 의미症 의미症的药物 就是麻痹 我们神经的药物 只有星期年的生命 让我们带来生命 病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哇